大家好,我是一法半导体 中国区工业能源与电源技术创新中心的RAMPAN 下面由我来给大家介绍基于AI的光伏电弧故障分段器 大家知道,现在的光伏系统中 串联的光伏板电压高达上千伏,电流高达几十安 当出现拉弧的时候,将会产生火灾 火灾会对我们的生产和生活造成巨大的损失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ST的拉弧解决方案 这是我们拉弧解决方案的一个DEMO 大家可以看到这块是我们的一个模拟拉弧检测装置 这块是我们提供的参考设计线路板 这块是用于演示拉弧的人机交互的按钮界面 同时有一个故障指示灯 两个橙色的部分是拉弧探头 如果在分开的时候将会产生电弧 电弧的故障信号将被这里的护感器采集到我们的硬件电路板上 我们这块硬件采集板呢 最高是支持思路的故障同时输入采集的 故障信号输入之后 经过我们的硬件滤波器进入我们的MCU 这块板子上我们是提供两种参考设计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两块MCU 一块是STM32G473 一块是STM32H7B3 两个MCU都可以满足我们基于AI的拉弧检测功能 但是呢 G473的速度会比H7B3要慢一些 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自己的设计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两个探头是闭合的 我们处于一个close的一个状态 如果我点击ARK在两个探头之间将会产生电弧 然后我们的红色报警指示灯会被点亮 下面呢 我们首先打开这个高压开关 使里面的两个探头通上高压电 现在我们点击这个拉弧按钮 两个探头会分开 然后故障指示灯会报警 如果检测到的话 我们故障指示灯会报警 大家可以看到 两个拉弧探头上面已经产生了电弧 这时候呢 我们板子已经检测到了故障 可以看到板载红灯是亮的 我们面板的拉弧指示灯也是亮的 这时候如果我点击open 使两个探头的距离变得更远之后呢 弧就会熄灭 当弧熄灭之后呢 这个灯也会被熄灭 因为已经没有电弧再存在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板载红灯也熄灭了 这个电弧检测指示灯也熄灭了 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我们整个的拉弧检测的一个演示 谢谢大家 给我们看到 动付尽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